11. 怀孕 3. 怀孕 4. 怀孕 3. 怀孕 4. 怀孕 3. 怀孕 哈啰大家好 欢迎收看团妈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怀孕 孕期保养的大小事 我很多女生朋友都跟我讲说 怀孕从你宴出那两条线开始 不得了了 他就是一個長期抗戰 就是等你肚子大起來以後 來不及了 在那一刻你的人生已經徹底不一樣了 但我還是想先了解一下 現場的這個我們的朋友 有多少個小朋友 我們今天請來的 都是很會生的 都很會生的 真的很會生 高生高高樣的 小可小可 三個三個 你這麼高生耶 我覺得三個 現在演藝圈很多三個的 但是因為我的密度比較強 我就號稱我老公是一個 偷手 我是一個非常好的鼓手 喔 真的是好 從來就接 可是我跟你講 懷孕就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 真的 就是因為你的身心靈 你的體型 做到要改變之外 很多媽媽是懷孕 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崩潰了 我心真偉大 因為你可能要經歷小孩 要顧到你的身材 甚至於不要有任何的紋路 那因為其實認真穩的生成啊 它本身呢 是因為你的肚皮 或是說你局部的關節的地方 肌部狀況 基本上就是你的膠原蛋白的纖維 跟彈力纖維 它已經開始在擴張 在拉了 那你拉開之後 它斷掉之後呢 你看它本身就有一條一條的 像這樣子 像發炎的狀態 就紅紅的 那接著呢 你膠原蛋白 它就遮到生成的斷電 它的這個所有的 紅紅的一塊一塊有沒有 它開始連呈現了 那有些人 他的整個肌部狀況 更沒有好好的去保養的話 這個認真 就會一輩子有可能 就跟在你身上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嚴重的 那我們再舉例 比如說一條像 我的肚子在懷孕的初期 可能寶寶還很小 肚子還是完整平整的時候 你就想像你肚子的皮膚 有很多條橡皮筋 那當我的肚子 因為寶寶長大了 肚皮撐開之後 你所有的橡皮筋 就開始被拉開來了 拉開拉開 當你拉到一定的程度 你膠原蛋白跟彈力纖維 它抓不住我 它就整個斷掉了 斷掉之後呢 它就開始你的肌部 就呈現一條一條的凹痕 那這個認真 你就會跑出來 所以就是變成說 你的肚皮已經去擴張它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你知道 到你在應孕的時候 已經有那兩條線出現的時候 你最好是趕快開始保養 不過呢 因為其實保養肚皮 跟保養你的肌膚 基本上第一個 你一定要選擇 有效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選擇 第一個天然溫和 對於寶寶沒有傷害 對 接著呢 你擦起來的效果是能 很有預期的 那這個什麼叫預期 你就要選擇 有口碑的品牌 就是最重要 認成文是可以預防的 對 可以 可以 不要出現的 我生三個 我沒有認成文 怎麼會 其實認成文可膩 就是當你如果在第一胎 真的沒有好好保養 你趁著第二胎 只要發現兩條線的時候 趕緊擦 就是同樣的地方 就像Saint老師講 他剛才被撐開的地方 他斷掉的地方 他有可能再斷一次 那在他會同樣被斷開之後 所以我趕快去補股通常 對 所以其實我真的是看到兩條線 我就開始擦 而且姊姊們 妹妹們要跟你們講 是全身 全身擦 因為 他的皮啊 是所有連胸部 屁股 剛才 易凡講的屁股的地方 他都會被撐開 所以有些人 就覺得認成文可能在 只有在肚皮 沒有 很多人在胸部的下方 對 胸部也有 好帥喔 那位母男 那就要來問小可 因為他生三個 竟然沒有認成文 他一定有他的法寶 其實我今天看到這一桌子 我也很新奇 因為我用的是他們的前身 對 你用第一代 我用的是第一代 我今天有帶來 哇 這個是 真的是在我第一胎 在 我記得是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對 護理長跟醫師推薦我的 他說媽媽 你現在要開始保養了 然後 我說 其實我之前有用很多很多的油 但其實我那時候用的時候 其實你用到不好的油 因為那時候皮膚很脆弱 你很容易就會癢 跟長疹子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用對了油 但是用不好的成分 它其實只是在幫你加強屏障 可是它不會讓你的皮膚變順 對 雖然說認成文沒有那麼多 但是後來我在用它的時候 我發現到我第二胎第三胎用它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效果是 它幫你補回來的 所以我就是連胸部 而且它的品牌是因為 它裡面成分非常的 天然 天然 所以因為我們那時候在輕胃 或是在用寶寶 而且肚子裡面有寶寶的時候 經皮膚其實你要用的地方是 要非常非常天然 乾全的 對 然後我 這一瓶是油 然後這一瓶是霜 其實用的方式很簡單 我就是晚上的時候 就是擦這個 先油 對就先油 因為晚上的時候 你擦完就去睡覺了嘛 所以其實身體油油的 你其實都還好 但白天的時候 我就是擦這個霜 然後就是大面積的去按摩 然後去擦它 全身的 比一天擦幾次 一天其實我沒有很勤勞耶 我就是這個擦一次 然後這個擦一次 就睡前起來 對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就各擦一次 全身 全身 那你肚子會再加強嗎 會按摩 應該是說 它很好吸收 然後也不會很黏膩 所以其實你擦上去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我 我把它推勻 其實媽媽還是要勤勞一點點 你不是擦上去之後 就擦完之後 就讓它自然風乾了 你可能還是要按一下 但是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的 然後擦完之後 我到現在真的沒有一條 因為媽媽其實 這麼厲害 媽媽其實很怕熱 所以你這個有很多那個牌子 就是你擦在身上 你如果很年齡 你沒有辦法再擦它第二次 因為你整個人太熱了 所以這個牌子就很輕爽 因為其實呢 小可這個系列呢 是這個 木枝田朗 來自於 法國 享育70年的 在歐洲 暢銷的這個 富英的品牌 那我們今天桌上這一袋的呢 它是 全新的 超美的耶 它是一個天然成分 再升級的版本 所以它的效果呢 當然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就先跟大家講一下這一瓶 最主要呢 它100%原自天然 然後97% 全部都是有機的成分 重點是呢 它獲得這個 而且它裡面呢 我這邊給大家整理一下 它本身你看喔 它有經過法國的這個天然的認證有沒有 然後國際化妝品原料組織最佳活性成分的金牌獎 什麼叫最佳活性成分 就是我今天把我的脂萃放進來 我接著呢 我要擦到我身體來保養的時候 它的這個成分 運用在你皮膚做保養的過程 它還是保持最佳的活性 來發揮它保養的功能 接著呢 得到紐約的美妝化學家協會的永續大獎 什麼叫永續大獎 就是它本身裡面完全沒有添加任何 對於人體有害的成分 都是春天 這麼厲害 所以呢 它對環境也是無害的 所以大家知道 你要選擇很好的 對 尤其是懷孕的過程 一定要選擇非常非常穩恆的 主要呢 它本身裡面有一個非常專利的成分 這個串利的成分叫做Petylene 然後Petylene這個Petylene 百香果 對 百香果 問題是 Petylene Petylene OK 你會講這個 是 OK 那這個Petylene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Petylene它本身是這個品牌的 獨家的專利成分 Petylene 它是有百香果裡面的 嗯 萃取出來的濃縮精萃 所以呢 它的高效成分是可以精油脂 把它拿出來做到發揮的作用 增加肌膚的彈性 預防你細膚的生成 修復跟舒緩肌膚 什麼叫舒緩肌膚 就是 像有懷孕過的可能就知道 你的肚皮在被撐開的過程 是不是開始有一點癢癢的 超癢 因為它撐開了 癢癢 對不對 即使你肚子還沒有變很大的時候 它在這樣的過程 你皮膚會有點不舒服 對 它也會做到舒緩的作用 不過呢 它不是只有添加這一個 所謂的Petylene的專利成分 它本身呢 裡面還有添加另外一個 獨特的成分的天然的油脂 它酪梨油本身裡面 還有豐富的Omega3 Omega3呢 本身它是不飽脂肪 所以它裡面要添加 它的本身 Omega3裡面呢 它這個酪梨油就有 維他命A 然後維他命D 維他命E 可以滋潤之外 對不對 本身還可以讓你的肌膚呢 達到很好的修復 跟舒緩的作用 那我給你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你看我現在把它倒出來 它現在是做到這個注入的瓶蓋設計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滴 然後你看我這個油 我讓它流下來 你有沒有看到它流下來的過程 沒有到很快 對 表示它的成分是濃脆的 你後面有添加過多的 其他的化學成分 或其他的添加劑 然後這個油 你看你把它倒出來之後 你輕輕推開 它就吸收了 第一個你會覺得 它有一個絲絨的感覺 就是它的油是滑順的 然後當你在你的皮膚呢 接觸 甚至於你在你的肚皮 或者是說剛剛講到四肢啊 或是像金剛這邊有一些 可能肥胖文等等 你把它沖上去之後呢 它這個油脂呢 會先在你的皮膚表面 形成一個保護作用 接著呢 它裡面的獨特成分 就會滲到你的肌膚的底層 真的很好吸收 它只會來到最後的作用 老師它是不是沒有香精啦 因為聞起來好像是沒有 沒有 完全是天然的 原來是這樣 不會黏耶 對 重點很好吸收 而且很好 它其實是因為它吸收很快 對 我想問喔 這兩個可以混著用嗎 可以用 不過我覺得思佳問得非常的好 因為大家會想說 欸 這樣子有 這邊就有三種嘛 對 有一個腹紋修復精脆 然後有一個孕膚油 那有一個孕膚霜 那有這麼多瓶 那我該如何在我的保養的過程 懷孕的過程 使用這些保養品 第一個 如果你本身是懷孕初期 懷孕初期 你的膠原蛋白還有疼症 我還沒被撐那麼開 還沒有斷的時候 我可以同時保養肌膚 達到舒緩的作用 你就可以先用孕膚霜 先用霜就好了 那接著呢 你可能在懷孕中期或懷孕前期 後面一點肚子 有些人肚子撐比較快 對 越大了 已經你自己可以感覺到 明顯的被拉開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完霜 再擦油 我現在可以 霜先 霜先再油 我現在可以用霜再用油 所以油一定是最外面把它包裝 對 那接著呢 這一瓶就是你可以擦在 對 這一瓶 已經比較明顯形成的 鞭膚霜 鞭膚霜 但是中的就是也可以用到 對 那就像剛剛金康 你這邊有一條 對 你就是可以擦完 再擦那一條 所以就是已經看得到的 跟想要修復跟不見的 就是可以擦這個 就可以擦這一瓶 那它也是要最後嗎 最後 最後 對 這個就等於說 你要先霜再油再這個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剛剛有提到就是 那如果我想要讓它 一起mix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是孕膚霜 我孕膚霜的量大概 比如說我擠出來大概5塊錢硬幣 對 那你就想說這個雙大概就是 3的比例 然後它就是1比3 油就是1 油1 對 然後因為為什麼它現在要做到 這個用倒的 因為你比較能控制你出來的 比例是多少 對 如果我用噴的我就不太知道 我要噴多少 而且我們家的那個頭都不見了 就是這個 因為它很快就一直都會不見 所以這樣好方便 這樣子完之後對不對 你就輕輕的把它混開 然後你在混的過程 用你的雙手 把它抹開就好了 對 你會發現你在插上去 它就會很快速 就可以讓你這個 可以做到 對 是有油跟霜的那個功效一起 而且它的輕易帶的味道 超舒服的耶 對 那因為這兩款呢 我們剛剛講到的孕膚油 跟孕膚霜 兩款都是針對韌晨紋 或是你已經被拉開 斷裂的膠原蛋白 跟彈性纖維的組織 達到很好的修復作用 對不對 那不同的是呢 孕膚霜呢 本身裡面是添加了 是在孕膚霜裡面 所以呢我簡單的來比較一下 孕膚油它的潤摺度是比較高的 對 等於說你就是因為已經被撐開了 我想要讓我的皮膚呢 沾附這個保養品的能力強一點 就是用這個孕膚油 那我一開始呢 我可能也是要預防潤成紋 可能初期 我想要讓我的這個保養品 擦在身體的時候呢 會比較有水潤的感覺 所以孕膚霜裡面會比較有水感 就是這兩個來比較 那你兩個可以搭配使用 當然是最好的 然後接著呢 大家會講到喔 潤成紋 成長紋 跟所謂的肥胖紋 都是擴張性的條紋 我被擴張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平時就要保持我的身體的彈性度 修復能力 然後我那條橡皮筋 你可能沒有好好保養到老的時候 或不同的狀況 我橡皮筋一拉就斷了嘛 對 那我今天我的橡皮筋 如果在拉的時候 欸 它是有彈性的 反而不容易被拉斷 韌性比較強 那這一步你就做成功了 你就有保養到好了 所以我們擦 這樣子的保養品 油跟霜 就可以讓你的橡皮筋 在拉的過程 不會斷 對 它也是一種 預防跟保養 那接著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桌上一直擺著 對 金翠金翠 我跟你講這一瓶真的非常的紅 金翠 我剛剛看到他我超級興奮 因為這是他舊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很多人說 媽媽有 認成文 你小孩就會有 媽媽如果沒有 你小孩不會有 沒有沒有 這個真的不是 所以我以前就一直覺得 我媽沒有 我應該沒有 所以我就真的很多 後來我這個 我超級認真在擦的 很有效 對 那因為其實 其實這一段講到基因的問題 就好像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有一些人 他到了五六十歲 都沒有任何的警聞 對 當然這個跟基因有關係 遺傳 那肚子也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只是說 不可能完全是沒有的 有些人他真的沒有 然後他生下來的小孩子 就有 就還是會有 所以千萬不要大意這個問題 對 然後這一瓶呢 就是母嬰界的小中瓶之稱 小中瓶 對 哇 聽到小中瓶 大家一定會想到 修復能力 對 修復能力很強 對 對 那除了這個小中瓶裡面 有剛剛提到的孕婦油跟孕婦霜 裡面獨特很好的 酪梨油的成分 對 跟專利的配修臉之外 就是配修臉之外 裡面還添加了高濃度的 玻尿酸 對 玻尿酸 很重要 對啊 馬上馬上 欸認真一點聽 沒有玻尿酸 是真的沒有辦法 讓他達到一個 修復最高的能力 因為有很多 就是他只是幫助你 就是 有一點像是 預防他產生 對 可是像我們這種 天生紋路已經跑出來的人 我們就是要讓他不見啊 對 所以一定要有很高濃度的玻尿酸 才會有用 對 那大家知道 如果說我的紋路可能被壓下去 已經形成一條明顯的紋路 對不對 對 我裡面如果有很好的修復成分 把這個膠原蛋白胺酸纖維補足了 接著呢 我也可以靠玻尿酸呢 把它往外撐 撐開來 我這個紋路快速的恢復它 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玻尿酸還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它會帶著你原本裡面的 高效脂萃成分 幫助你往你的皮膚裡面走 哇 它就像是一個 導入的感覺 對 對 它就像是一個戒指 那你之前的更厲害耶 對 那如果我今天的戒指 我添加了一些化學成分 或一些什麼氫化銘膠等等 基本上它當然 它那些成分就便宜嘛 對 問題是我今天如果添加了高濃度的玻尿酸 成本當然高 問題是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為什麼它會深受大家的喜歡 尤其是剛剛我覺得 思佳做一個很棒的動作 很多人它 不只擦身體 局部可能認成穩的地方 局部的地方 它還會拿來擦頸紋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紋路要怎麼擦 很多人都這樣擦 對 對 你要 撥開 還要撥開 你要擦 對 身上的紋路也是 你要撥開來 才能擦到 那這樣精通要撥開的地方很多 對啊 對 所以思佳講這個方法呢 非常的正確 尤其是你越深層的潤塵紋 或被深層壓住的紋路 你盡量可以用你的手指頭這樣撥開 稍微把它擦進去 我真的覺得選對商品很重要 就剛才像老師講的 不管是它的成分 還有它的萊油 像它70年的是藥廠製造而成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再來就是他們挑選 因為太方便了 女生媽媽 你就記得Mustella 他們就是有用 媽媽是用紅色的 還有一系列小朋友的 就是藍色 所以你只要進去 你看到這個產品 所以你用顏色去分辨就好了 那小朋友有用的 你也會覺得很安心 對這就是成分 真的是很天然這樣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想到懷孕 就會覺得可想的 就會想說 會不會在我身上留下痕跡 雖然說那是一個愛的印記 可是對很多女生而言 那是一輩子 誰要 沒有人要 悲傷的回憶 對 所以如果我們又可以預防它 甚至真的如果不小心長出來的話 我們還可以讓它可以不見 不見 不溫 我覺得對很多媽媽而言 這很重要 各位想生小孩子 或是懷孕的準媽媽們 真的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要用對的產品 當然 效果好之外 安全第一 安全是我們 然後也不要覺得 你媽媽好像都沒有認成文的問題 你就不要相信 千萬不要相信 千萬不要中觀 千萬不要中觀 所以男生茶也是非常棒的 對 謝謝 謝謝